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抱上大胖男孙 不甘落后的他便将自己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了侄孙郑中基和侄孙媳妇薛凯奇的身上 要求他们即刻完成传宗接代的大任 为此不惜杂重金请来了顶级月扫吴君如 来严格的监管二人 虽然这样的安排刚开始让这对小夫妻很头疼 但是久而久之却发现 两人因此也重拾了久违的浪漫与激情 后来雷鸣被确诊患有老年痴呆症 为了让他开心 侄孙媳妇便假装怀孕的样子 并且求助于波和熊带琳饰演的夫妻 想到时候借他们的孩子一用 以此满过雷鸣 但是在关键时刻 杨伟的出现让世家卖好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眼看善意的谎言也即将揭穿 虽然整个过程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作为典型的香港瑟税喜剧 影片最自然的是大团圆结局 影片中大鹏再度发挥屌子男士的特质 变身妖娃尾娘 泡泡玉拎胯包一样都没有落下 影片围绕着催生展开用喜剧的方式 展现了现代年轻人和年过节段被困扰的问题 题材十分的接地气 不过故事的核心最终还是落在了 夫妻之间的爱 以及家人之间的情情上面 好了感谢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